前不久俄罗斯的苏武器意外亮相 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 其中中国是否会购买苏武器也成为话题焦点 甚至有分析指出 很多国家都想要苏武器 但是都在等中国先出手再做决定 而近日 沈飞的专家评价苏武器是独一无二的战斗机 引发了各种推测 至于会不会成为其他国家采购苏武器的依据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它身上确实有很多地方只得中国学习 对此有分析指出 沈飞专家的观点 似乎使中国采购苏武器的可能性更大了一些 虽然整体上歼20要领先苏武器 但是这并不能阻碍中国引进苏武器 来研究它的优势技术 更何况歼20的短板发动机这一方面 苏武器要更先进一些 不仅如此 俄罗斯航空工业本来就继承了 大部分苏联时期的优良传统 即便苏武器再不济 也代表着全球最高航空工业的水平 所以学习其优点也是情有可原的 此外 国采重长是中国技术人员的一大优点 将苏武器的优势取长不短 再结合歼20自身的情况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沈飞专家会认为 中国技术人员对苏武器应该以学习优点为主 当然 也有很多人不同意沈飞专家的观点 毕竟我国歼20已经足够强大 完全没必要浪费这笔资金来采购俄罗斯的战机 值得一提 大多数人还是比较认可沈飞专家的观点 毕竟美国想要这款战机 可能俄罗斯都不一定会卖 相反 中国如果要采购苏武器 不仅俄罗斯不会拒绝 而且可能还会有优惠 曾经我国购买的24架苏35战机 俄罗斯人就给了许多优惠政策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就是歼20和苏57设计目的有很大不同 歼20综合性能更强 可以对海陆空全方位打击 但它的定位仅限于远程出袭 即出其不易打了就跑 而苏57不同 它就是针对F22和F35设计 专门为列上F22 F35而诞生的 换句话说 就是歼20和苏57 这两款设计目的不同的战机 协同作战 带来的威慑力将不容小觑 据透露 苏57价格也不算贵 甚至跟苏35差不多 如果俄方还有优惠的话 也许更低 也就是说 再买24架苏57 也不失为一种划算的交易